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嫌疑人X的现身,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第五章 四方形的盒子上竖着长约三十厘米的棍子,棍子上套着直径为几厘米的圆圈,形状很像套圈玩具。 不同之处时,盒子连了电线,附带开关,草居仔细打量。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最好别碰。 暗谷在一旁提醒。 没关系,要是碰了有危险,那家伙不可能就这么随便放着。 草居趴着打开开关,套在棍子上的圆圈顿时飘然浮起。 草居煞时愣住,圆圈浮在空中, 缓缓摇晃。 你把圆圈往下压压看看。 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草居回头一看, 汤川正抱着书和资料进来。 回来了?去上课了? 草居边问边照汤川说的,用指尖压下圆圈, 但还不到一秒就把手缩回来。 烫死了,怎么这么烫? 我当然不会把碰里有危险的东西随便乱放啊。 不过先决条件是,碰的人要懂最基本的理科常识。 汤川走到草居身边,关掉电源。 这可是高中物理的实验道具啊。 我读高中时又没选修物理。 草居猛朝指尖吹起,暗谷在一旁痴痴猛笑。 这位是,好像没有见过。 暗谷收起笑容站起来,欠身鞠躬。 毕竟暗谷,有幸和草居先生共事。 要么汤川教授大名多时,听说您曾多次协助警方破案。 伽利略大师的名号在我们科可是响当当的。 汤川皱起眉头,拼命摆手。 求你了,可千万别那样损我。 何况,我又不是喜欢帮忙。 只不过是对此人毫无逻辑的思考方式,实在是看不下去, 才纵认不住插几句嘴。 你和这种人一起办案啊,小心传染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 暗谷忍不住扑斥一向,挨了草居一个大白眼。 暗谷你笑得真过分。 说着这样说,汤川你自己还不是解谜解得挺爽。 有什么好爽的? 托你的福,我的论文毫无进展。 你今天该不会又带了什么麻烦事来找我吧? 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没这个意思。 只是正好经过,顺便来看看。 哦,那我就放心了。 汤川走进流理台,将水壶灌满, 放在煤气灶上。 他一边往杯中放咖啡,一边问。 旧江湖川边尸体的案子结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们负责办那个案子? 你被叫走的那天晚上,电视新闻就报了。 看你闷闷不乐的,调查工作肯定没什么进展吧。 草屁皱起眉头,抓抓鼻翼。 唉,也不算完全没进展。 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人,会渐入家境。 哦,嫌疑人? 呃,那个,其实,我认为现在的侦察方向并不正确。 哦,那你对侦察方向是有意义咯。 汤川瞥向暗谷。 也谈不上什么意义,就是。 唉,别多嘴。 哦,对不起。 你没必要道歉。 在听从命令的同时,保留个人意见纯属正查。 要是没有这种人啊,调查就很难合理地进行下去。 这小子批评调查方针可不是基于你说的理由。 他只是想包庇我们现在盯上的人。 不,不是这样,我…… 行了,不必掩饰了。 你同情那对母女,对吧? 说真心话,我也不愿意去怀疑他们。 嗯,听起来还挺复杂的。 汤川笑嘻嘻地来回审视这对搭档。 没什么复杂的。 遇害的男子有个早就离婚的老婆。 案发前她正在打听前妻的下落。 我们正是按照惯例要确认一下她的不在场证明。 哦,那她有吗? 问题就在这里。 草屁抓着头。 怎么像是有难言之隐呢? 汤川笑着站起来,水壶已喷出水汽。 啊,两位都喝咖啡吧。 啊,多谢。 我就不用了。 那个不在场证明怎么看都可以。 我倒不觉得他们说谎。 别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 现在还没查明真假。 可是,说电影院和拉面店无法查证的, 不就是您吗? 我没说无法查,只是说很难查。 嗯,我懂了。 那个有嫌疑的女人,声称她在案发时待在电影院里。 对吧。 汤川拿着两支咖啡杯回来, 递给暗谷一个。 啊,谢谢。 暗谷说着,瞪她的双眼似乎愣了一下。 八成是因为杯子太脏,草屁忍住笑。 说在看电影。 嗯,这的确很难证实。 可他们后来去了KTV, 这里有电源证明啊。 那也不能不管电影院部分, 也可能犯案之后才去唱歌。 花岗母女看电影是晚上七八点。 就算地点再怎么偏僻, 也不是杀人的理想时段吧。 况且,还得替死者脱衣服。 这我明白。 但不排除所有可能, 就不能断定他们是清白的。 哼,尤其不可能说服那个顽固的监工。 听了两位的话, 好像已经确定犯罪时间了。 嗯,解剖尸体之后, 判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十日傍晚六点以后。 对一般老百姓用不着滔滔不绝透露这么多。 可是汤川教授以前不也帮我们破关案子吗? 那只是在案子涉及鬼怪谜团的时候, 此案和外行人讨论没用。 我的确是外行人, 不过你最好别忘了, 你们现在的闲谈场地, 可是由我提供的。 汤川悠然啜眼着速溶咖啡。 知道了,我走就是了。 草屁从椅子上起身。 当事人怎么说, 他们无法证明去过电影院。 他们还记得电影情景, 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看的。 孙根呢? 听到这个问题, 草屁不由得看了汤川爷, 两人四目相接。 还在。 嗯, 从哪拿出来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通常没有人会小心保存那种东西。 如果花缸镜子从柜子里拿出来, 我也会起疑心。 这么说, 他不是从柜子里拿出来的。 刚开始, 他说存根应该扔掉。 后来, 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 打开电影简介, 发现存根家在里面。 怎么电影简介里面拿出来的? 这确实没什么不自然。 汤川双臂交报。 啊, 存根上的日期是案发当天吗? 当然。 不过就算这样, 依然不能证明他们看了电影。 说不定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也可能买了票, 却没进电影院。 不管怎么样, 这都表示, 嫌疑人的确去了电影院, 或者是附近。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四处打听, 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者。 结果, 那天负责检票的女学生休假, 我们还专程跑去她家, 回来时正好经过你这里, 顺便坐坐。 看你的表情, 显然没从女学生那儿得到什么有力线索。 汤川仰起嘴角, 笑了。 毕竟时隔多日, 她不可能一一记住客人的长相。 打从一开始我就没报什么纸了, 倒也不觉得失望。 哎呀, 好了, 我们打扰到傅教授了, 该告辞了。 草居说着, 嗨派还在喝咖啡的暗谷。 好好干呐, 警察大人。 如果嫌疑人就是真凶的话, 您可有苦头吃咯。 汤川的话, 令草居转身。 什么意思? 要是一般人, 不会连用来当作不在场证明的存根干放在哪儿, 都特别注意。 要是算准了, 警察会来问到我, 事先夹在电影警戒处。 但他显然是个极其棘手的强者。 说这话时, 汤川的眼中也毫无效益。 草居对朋友的话回味一番, 点点头。 我会留心。 那我走吧。 说着, 就要走出房间。 开门前, 草居四又想起什么, 再次转身。 嗨, 嫌疑人隔壁住着你学长。 啊? 学长? 是个高中数学老师。 嗯, 姓什么, 石神。 也是帝都毕业的, 应该是理学院的。 石神? 汤川喃喃附送一遍, 镜片厚的眼睛, 舒染睁大。 是达摩石神? 达摩? 你等一下。 汤川说着就进去了。 草居和暗谷不禁面面相去。 汤川立刻又回来, 手上拿着黑色封皮的道案夹, 在草居面前打开。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人? 那一页排列着许多照片, 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页面上方, 印着第38届硕士课程毕业生。 汤川只像一张圆脸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面无表情, 细如横线的眼睛直视前方。 名字是石神折哉。 就是他。 虽然照片上年轻很多, 但绝不会错。 草屁用手遮住照片中的额头, 汗手同意。 没错啊, 现在头发少了许多, 我一时没认出来。 就是那个老师, 是你学长。 石神不是学长, 他与我同见。 李克生啊, 从大三才开始分专业。 我选择了物理, 他选择了数学。 汤川说着和尚大案夹。 这么说, 那个老头也和我同见。 他只是长得老。 汤川咧嘴一笑, 旋即露出意外的表情。 老师? 你刚才说他是高中老师? 对, 他说在高中教数学, 还兼任柔道队的教练。 哦, 我听他说过。 他从小就学柔道, 爷爷好像是开了一间道馆。 先撇开那个不说。 石神, 居然当了高中老师。 你没弄错吧? 怎么可能。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是属实了。 始终没有他的消息, 我还以为他在哪个私立大学做研究呢。 真没想到, 他竟然当起了高中老师。 石神竟然会。 汤川的眼神有点虚无。 他以前很优秀吗? 汤川护得吐出一口气。 我不想随便用天才这种字眼。 但是这个字眼确实适合他。 甚至有教授表示, 他是五十年, 甚至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 虽然说系所不同, 但他的优秀程度, 连我们物理系都有所耳闻。 他呢, 想来对借助计算机球也不感兴趣。 总是半夜我在研究室, 单凭纸笔来挑战难题。 他的背影, 留给了大家非常深的印象。 不知不觉间, 就赢得了达摩这个称号。 当然了, 这是在表达敬意。 听了汤川的叙述, 草体感叹, 真是人万有人, 天万有天。 他始终认为, 眼前这个朋友, 已经够天才了。 既然那么厉害, 怎么没当大学教授呢? 大学这种地方, 有很多无奈啊。 汤川难得说话吞吞吐吐, 想必他自己也常对无聊的人际关系, 感到有压力, 草地暗自寻思。 他还好吧。 汤川看着草体。 我也说不上来, 外表看不像有病。 可和他交谈之后, 让人觉得捉摸不定, 好像不同人情。 令人看不透。 汤川哭笑。 没错。 一般人对于警察来访, 多少都有点惊讶或者狼狈, 一定会有什么反应。 唯他却毫无表情, 好像对身外知识默不关心。 除了数学, 他什么都不关心。 不过那样, 也自有一种魅力。 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地址? 改天有空的时候, 我想去看看他。 呃, 没想到你居然说出这种话。 真稀奇。 草屁掏出记事本, 把花缸镜子的地址告诉汤川。 物理学教授抄下地址后, 就对杀人命案失去了兴趣。 晚上6点28分, 花缸镜子骑自行车回到家。 时辰透过窗户,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面前的桌上, 放着写有大量数学公式的纸。 与这些数学公式格斗, 是他每天回家后的功课。 难得柔道队今天不练习, 但功课却毫无进展。 不止今天, 这几天一直如此。 他逐渐养成在家里, 静静窥探隔壁动静的习惯。 他在确认警察有无来访。 昨晚警察又来了, 室内两个来找过他的刑警。 他还记得证件上, 印着草剔这个形式。 据静子表示, 他们果然如预期的那样, 来确认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 两人问静子, 在电影院里, 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进电影院前, 出来后, 在电影院里, 有没有遇见谁, 存根还在不在? 如果在里面买过东西, 是否还留着发票? 电影讲什么, 演员是谁? 至于KTV的事, 则完全没问题。 可见已经查证过那部分, 他们当然查得到。 时辰乃是故意挑选那里。 按照时辰的指示, 静子将存根和买电影剪接的票据, 都给警察看了。 除了电影情节, 其他问题, 一概声称想不起来, 完全按照时辰事先的叮嘱行事。 静子表示, 警察后来就这么走了。 但时辰相信他们, 不会轻易放弃, 会来查证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 或许可以解释为, 警方发现了足以怀疑花更镜子的线索。 那是什么样的线索? 时辰起身, 拿起外套, 戴上电话卡, 钱夹和钥匙, 走出门。 正要下楼, 下面传来脚步声, 他放门步子, 微微低头。 上来的是镜子, 他并没一下子看出站在眼前的是时辰, 直到快要错身而过时, 才赫然停下脚步。 一直低着头的时辰感到, 他想说什么。 静子还没出声, 时辰就开了口。 晚上好。 晚上好。 时辰尽量保持和面对别人时一样的口闻与低沉声音, 而且绝没让两人的视线对上, 步伐也丝毫未变, 默默走下楼梯。 说不定, 警察正在某处监视, 就算碰到了, 请务必表现的只是邻里关系。 这也是时辰给镜子的叮嘱之一。 一走到惯用的公用电话前, 时辰立刻拿起话筒, 插入电话卡。 三十米开外有家杂货店, 老板模样的男人正忙着关门, 除此之外, 周遭杳无人计。 喂,是我。 电话一通, 立刻传来静子的声音。 听他的口气, 早就料到是时辰。 这令时辰莫名欣喜。 我是时辰。 有没有什么异样? 警察来过, 到店里。 变天亭? 对, 还是那两个警察。 这次问了些什么? 他们问福建有没有来过变天亭。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没来过, 结果警察说, 也许他来时我正好不在, 然后就去了厨房。 事后, 我听老板说, 警察让他们看了福建的照片, 还问他们这个人有没有来过。 他们在怀疑我。 你被怀疑是意料之中的, 没什么好怕的。 警察只问了这件事吗? 他们还问起我以前上班的店, 就是锦西丁的酒吧。 问我现在还去不去那里, 是否与那里的人有联系。 我照时辰先生交代的, 一概予以否认。 然后, 我反问他们, 为什么要打听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他们说, 福建最近去过那里。 嗯。 福建是在那打听到你的下落的。 石神耳朵贴着话筒频频点头。 好像是这样。 边天庭的事, 就是从那里打听出来的。 警察说, 福建正在找我, 一定来过边天庭。 我告诉他们, 没来过就是没来过, 和我说这种话也没用。 石神回想起那个姓草涕的刑警。 他给人的感觉挺随和, 说话方式也很亲近, 不会耀武扬威。 不过, 他既然隶数搜查一课, 表明还是有一定办案能力。 应该不是那种靠恐吓逼对方吐露实情的人, 而是不动声色掏出实情的类型。 从一堆信件中发现帝都大学信封的观察能力, 就值得注意。 还问其他的了吗? 只问了我这些。 不过没理。 石神猛然握紧话筒, 警察去找他了。 是, 我刚才听梅里说, 他一出学校他们就找上他了, 我想应该还是那两个警察。 梅里在你身边吗? 在, 我叫他来听。 梅里似乎就在镜子身旁。 喂? 警察问你什么了? 给我看那个混蛋的照片, 问他有没有来过家里。 你回答没有来过? 是。 他们还问了什么? 电影。 问我真的是10号那天看的电影吗? 会不会记错了? 我说绝对是10号, 没错。 他们怎么说? 问我是否告诉过别人看电影的事, 有没有发短信给朋友之类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没发短信, 不过和朋友提过, 后来他们就问我朋友的名字。 你告诉他们了? 我只说了石香。 石香就是12号那天和你聊电影的朋友吗? 对。 嗯, 好, 你做得很好。 警察还有问你别的吗? 没问什么了, 问我上学开不开心, 练羽毛球累不累。 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参加羽毛球队, 当时我明明没拿球拍。 石神推测, 他们看到了放在家里的羽毛球拍。 那个警察的眼力果然不可小觑。 怎么样? 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变成了镜子的。 石神为了让他安心, 用理说道。 没问题,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警察应该还会再来, 只要按照我吩咐做就行。 谢谢, 我们只能仰仗石神先生您了。 不用担心, 请再忍耐一下。 明天见。 石神挂上电话, 一边抽回电话卡, 一边对最后那句话略感后悔。 请再忍一下, 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了。 再忍一下, 具体是多久? 不该说含糊不清的话。 不管怎样, 目前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石神早就料到, 警方会查出腹肩打听镜子下落一事。 而那个不在场证明令警方起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也猜到警察会去找梅里。 他们以为要拆穿不在场证明, 从女儿下手容易些。 虽然早就做了各种防范, 但还是要处处小心。 石神抱着这样的念头走回公寓, 发现房门前站着一个人, 是个穿着黑色薄外套的高个男子。 听到脚步声来人转过脸, 眼睛的镜片冷光一闪。 警察? 这是石神的第一念头, 但立刻否认。 男子的鞋像是新的, 打理得干干净净。 正当他怀着戒心走近时, 来人掀开口。 是… 石神吗? 石神仰望对方, 那张脸上浮现出笑容, 而且是熟悉的笑容。 他吸一口气, 瞪大了眼。 你是… 汤川? 二十多年前的记忆, 缓缓复苏。 有声小说, 嫌疑人的现身, 第五章,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你唯一走的大斗。 我看见他们的状态, 你不喜欢自己的温度室。 你不喜欢自己的温度 你不喜欢自己的感觉。 在这里吃很多剧场里面。